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让我们继续续成立了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at includes assisting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and it means maintaining our own capacity 这些年说句实在话 台湾相对来说 就是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水平 它是在下降的 你又把更多的钱 没有放在社会积蓄领域 而是放在了这种 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上 每次确实是都有很大的争议 台湾就是他手里玩一个棋子 这个棋子的分量 不是由台湾岛决定的 是由美国对华战略 这个大的棋盘来决定的 美国是通过牺牲台湾 来维护它在西台地区的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